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有句话说读历史可以渐往真来 前人所犯的错 后人可以透过历史的教训 尽量的避免不要再犯错 像是透过读圣经呢 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历史 就能帮助我们了解上帝对一个人 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社会的心意 如果这个国家信靠上帝 祝福也会因此临到这个国家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原则 那在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 北方的以色列在信仰中堕落了 而外患亚兰人再次地来围困以色列 使得撒玛利亚城中的百姓面临饥荒 如此一来这些百姓该怎么办呢 上帝会怎么样来拯救他的百姓 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 王啊 要听上帝的话 他说明天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一块银子可以买到三公斤小麦 或六公斤大麦 开玩笑的话 就算是上帝打开天窗 抛下粮食 也不会那么便宜 不可能 你必亲眼看见这事 却吃不到 那时 城门口有四个大麻疯的病人 不晓得亚兰人还会围城多久啊 他们围城封锁 直到城里向他们投降 他们靠武力啊 是没办法的 因这城在山上 我们何必在这里等着饿死呢 我们若进城里头去 必会饿死的 若留在这城门口 也会饿死 我们若去投降敌人 说不定还会有东西吃 会活命 就算被杀了 也就算了 对不对吗 对嘛 我们饿得太难受了 我们趁着天还没黑 赶快去吧 这里是他们的营区了 现在我们还要做什么 只管往前走 遇见头一个人的时候 就向他投降 我好像没有看见一个人影 也听不见帐篷里有人声 怪了 外面也没有一个卫兵放手 让我们向这种帐篷里 瞅一瞅 嘘 里边没人 桌上饭菜也都没有动过 快快快快 在他们还没有回来以前 赶快吃啊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是啊 可惜再也吃不下了 你们找到什么 找到一箱金银宝贝啊 看那角落里的那些衣服 多漂亮啊 咱们四个尽量的把好东西搬走 藏起来啊 对对对 好多也好多 四个麻风病人尽力搬东西藏起来 却发现每个帐篷都空无一人 原来近黄昏时 上帝使亚兰军人听到大军车马攻来的响声 让他们以为以色列王雇了外国军来援助他们 于是他们全都吓得逃走了 四个麻风病人仍在搬财物 这么大好的信息 我们怎能不吭声呢 若等到天亮我们就有罪了 有祸了 那么我们就趁着黑夜 快去向城门的卫兵报信 说亚兰人已经撇下一切逃走了 对对对 我们马上去 走 好消息由城门口传到王宫 王急忙起来 我看这是亚兰人的一个阴谋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 所以故意离开营地 埋伏在田野 等我们去拿粮食的时候 他们就活捉我们 并且攻进城里来 报告陛下 我建议我们派少数人 先去打探一下实情 好主意 请你马上安排 把这事办好 是的陛下 在夜晚的黑暗中 探子们坐在两部马车中 驶向敌人的军营 城门在他们身后关闭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 早晨来到 探子仍然没有回来 情况爆发 两辆马车靠近 没有人追赶他们 但是他们行驶甚快 现在可以打开城门了 危险已经解除了 我们的敌人全部逃跑了 接着探子就向王报告 你说敌人已经逃跑 实在吗 是的陛下 正如那些麻风病人所报告的 我们发现整个军营都被丢弃 他们将所有的东西都留了下来 包括树木庞大的军粮 我们一直搜寻到约旦河边 沿路都是他们在疯狂逃跑中 丢弃的衣物与装备 必定有什么事情 吓得他们魂不附体 太好了 危险已经解除了 探子们到了约旦河 果然一路上都没有见到敌军 只见路上全是亚兰人丢弃的东西 因此萨玛利亚就这样解围了 第二天城门口的梁家 正如先知以丽莎预言的 那位积效先知的王公侍卫长 奉派在城门口维持秩序 竟被人推倒踩死了 根本没吃到便宜的粮食 亚兰人的军队围困了以色列撒玛利亚城 使得城中的百姓面临饥荒 但是呢 以色列王约兰不但没有检讨这饥荒跟外患 是因为他自己得罪上帝的结果 反而去抱怨以丽莎 甚至还想要杀她 那约兰就把这个灾祸责任推给了上帝 以丽莎听到以后就立刻预言 隔天就要解除粮食危机 而且她还讲述什么 之后那个物价会变得非常的便宜 可是国王的那个侍从官听了以后 就不以为然的 绩效绝对不可能 以丽莎就说你必亲眼看见却吃不到 果然上帝施行了神迹 亚兰大军离开 粮食危机解除了 但是当初那个绩效以丽莎预言的 侍从官却在城门口维持秩序的时候啊 被人给踩死了 应验了以丽莎所说 你必亲眼看见却吃不到 侍从官的结局多可惜啊 因为他不相信就失去了上帝的恩惠 对于许多对上帝抱持不信 甚至绩效态度的人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这样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鱼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聪明人的聪明 有时我们以为的聪明才智 在上帝的眼中会不会变成了一种愚昧呢 因为神说 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以至于人自以为聪明 反被聪明误了 因此圣经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要送给你这首歌曲 耶和华 我的磐石 祝福你喜乐平安 经历到上帝是施行拯救 施行恩惠的神 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耶和华是我避难所 赤高者是我隐秘处 在你翅膀底下是我去处 你是我坚固的山寨 你是我永远的盾牌 你华是照见的灯路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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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转行 依靠你指挥 从经历未必隐 存经为第一期来仰望 你 你作为万全 信设有空 你却能 것으로上帝 我的判施 烈和花是我的人所 直到这是我因你出 在你翅膀底下是我居住 你是我坚固的山寨 你是我永远的团牌 你化是桥前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我专心依靠你指挥 存机灰的灯路上